陳花蓉和這個逢子親耳 四哥、這個陳花蓉、高凱寧等 陳花蓉齊齊現身為賭成群英會宣傳 這個劇包在戲中有秘情戲 而陳花蓉就飾演他的另一半 是一個出色的老千 陳花蓉也和這個有不少親耳戲 那麼搞法 不知秀姑會不會喝醋呢? 我們兩個都會有嘴嘴戲 但我覺得都是搞笑為主 因為譬如戲裡面 劇本寫我們要嘴 他就沒有嘴我 但是到劇本沒有寫嘴的時候 突然間他就疼了我一口 然後他就跟我說 秀姑說這場戲我要很愛你 很愛你很愛你 我要想像我家裡的狗 我要很愛我的狗 我突然間就疼了你一口 秀姑是最好的場場在現場 因為他和Legor都是我們的飲食大神 不單止拍劇的時間 他會不斷有萬歲供應 有時還要是新鮮 由不同的地方運來 另外也是收工之後 也會聯繫我們一群演員一起 吃飯聯絡感情 很多戲 其實秀姑都會給很多意見 甚至衣服都會給我的意見 非常非常之好 有個前輩可以這樣提點 但是要看第二は 比較少的過去 看好多人 看我會長遠遠回到 一個圓形 就像是為了 沒問題 就像是在這裡 然後